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,你有多努力的现在,就有多无惧的未来。 24岁的王一博在极度繁忙的工作之余,不知道会不会想起11岁的自己。 11岁的王一博因为体弱多病在医院输液,百无聊赖地看到电视里放映的动感地带街舞比赛的时候,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狂热地爱上这项运动,并为之付出超出十年的岁月和艰辛,跳到了全国舞台,跳到了世界观众面前,杏花输影清风。 这个从小沉默寡言的男生,因为惊鸿一瞥,按上了这项有无限魔力的运动。 在展现出惊人的天赋的同时,付出了我们局万人想不到的心血和汗水。 正因为这种努力,他13岁时候,跳舞进去了全国歼舞比赛的16强,并被星探发掘,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孩子的充满了艰辛,又充满了挑战的道路。 正因为这种努力,他被选为天天兄弟的时候,凭借优秀的舞蹈才艺和不争不抢却又全力以赴的态度,成为了天天小兄弟,杏花输影清风。 正因为这种努力,这阶三节目组找到他的时候,他特别平静,说,终于来找我了,因为有实力,所以有底气。 正因为这种努力,这阶四大出圈,让我们更看到了他飞速的进步,对阶舞的热爱,以及众多大神的认可和友情。 杏花输影清风。 17岁的王一博也肯定想不到,选择走的演员这条路会这么艰辛,会这么充满了坎坷与荆棘。 王一博是怎么做的呢? 带着表演老师,随时随地学习,努力练习台词,把筷子琴在嘴里进行台词锻炼。 在片场,休息的时候,别人在打闹说笑,他在照着镜子练眼神,练表情。 他自己琢磨人物的性格和神态,未来忘记设计了右手背到身后,因为这样可以显得身形更挺拔。 为谢允设计了用手去接周肥吐出的压骨头的动作,因为这样可以显示谢允的深情和自然。 这些在剧本里都没有,唯有天赋和努力可以达成。 杏花输影清风。 这些是我们看到的,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呢?我们只可以看到成果。 我们看到了蓝忘记的清冷出尘,深情无畏。 我们看到了谢允的活泼灵动,深情款款。 我们看到了蒋仙芸的勇敢坚定,真挚诚恳。 我们看到了迹象空的运筹帷幄,从容淡定,智谋百出。 接下来的风起洛阳百里红翼,冰雨火沉雨,为何防暴队阳阵,又将给我们多少惊喜。 我是木以待,杏花输影清风。 幸运的是,王一博就是这样的顶尖人物。 王一博,你有多努力的现在,就会有多无惧的未来。 天高云淡,雄鹰早已展翅高飞,山高路远,全废已在万里之外。 二十四岁,正年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